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双龙弓的比赛 关架方这边上的是一个天宫武装的双锋 配合着双龙弓 不说带的是一个化身色 开了一把风筝 那对家方上的是一个武装方寸的双锋 配合着花果山家神木林 开了一把阴阵 也是被关架方风筝大刻了10%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那对面由于有武装官的存在 也是点了那个 强行罗汉的筋脉 就强行放特技的筋脉吧 用蓝量代替愤怒那个筋脉 也是在第一回合 直接放出了一把罗汉 那关架方这边有一个龙沟开场 直接就起了龙战跃 节奏打的还是比较快 再加上这场比赛有大课 一旦对战方罗汉接不出来 那可能问题就有点大了 关架方这边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一速 拿到一速以后 其实对于对面的这么一个愤怒的控制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人家毕竟是有一个方翠山的 毕竟是有一个方翠山 咱们看一下有罗汉的数据 一千出头 还不错啊 毕竟是一个龙宫啊 第二个龙宫 也是直接走起了龙战域业 方翠有分身 怪战方没法去效力 没法去效力 你如果想破分身 还得找一个超千速的宝宝 一般那种宝宝 基本也就不怎么耐扛了 没什么抗性 所以方翠一旦分度够了的话 你很难去控制 他罗汉的这么一个节奏 哎 花骨山还是一如既往的飘满天啊 不管是现在谁玩花骨山 一定是仙佳状态 一定是仙佳状态 下回合 罗汉就要结束了 看一下对面 怎么去接触下一把的罗汉 效力藏刀 直接给对面武装 哎 但是对面方方翠 是选择的金青 方翠选择的是金青 效力藏刀再给花生色 大哥你不会没罗汉吧 这肯定是 有罗汉肯定是先接罗汉的呀 哎呦 这五千多 两千多 疼那 先例加上 队长为龙宫 秒过去不会暴击 也能秒一个两千五两千六啊 观念方与之波班啊 这个队长为的龙宫 法术暴击率啊 是非常的低的 之前那场比赛 也是跟大家强调过这个事啊 但是法商还不错 有龙阵 有先例的孩子 这个龙宫如果出暴击 那就得五六千了 平秒 两千五两千六 你出暴击不得个五六千 那那那是相当的恐怖了 继续套五千 效力藏闹 再给化身死 醍醐保出手 细节拉满 咱们后续看一下对面方与究竟有没有罗汉啊 哎呦 这五千多 这个疼啊 那观念方另外一个龙宫 也是直接换出了一个先例孩子 继续 增加自己的输出 这一暴击五千多 嗯 这谁受得了 解开武装 还是要直接罗 效力藏刀 再给方寸 效力藏刀 再给后排神木 观念方这边 效力已经用的是相当的不错了 呃 但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啊 就是观念方其实这边愤怒的来源 稍微有一些欠缺 啊 如果对面花鼓山一直在这飘飘飘飘漫天 还不打你人啊 只有神木林 神木林估计花鼓山不打面商 神木林打面商 意义也不打 神木林也就单秒亲亲抱抱 啊 这样的话 观念方后续你如果想去效力 扣分 我好像效力藏刀就有点 不太够啊 哪那么多效力藏刀啊 啊 七三点 你看人家也在单秒亲抱抱抱 人物不受伤 光靠塔啊 啊 脚底下踩着塔啊 那个愤怒来源 还是 有些欠缺的 啊 方寸也是继续分身 主要是对面愤怒来的太快了啊 观念方一直在卷 一直在卷 对面愤怒来的可是太快了 大哥 大哥这是顶着罗汉 哎 你冷静一点 顶着罗汉秒3000多 你这就过分了啊 这罗汉不怎么爆啊 不怎么爆 这顶罗汉秒3000 确实过分啊 观念方这边化神色 还有水清宝出手 你这愤怒 又是一把笑脸藏刀 再给对面化神色 我总感觉这愤怒 有点困不住啊 华国山走七天神通 当然现在的问题 对面也很大 虽然他罗汉啊 现在应该是 六千三千 虽然他罗汉啊 应该是可以 比较顺利的接触了 但是他得赢啊 他现在只能扛 他不太好赢啊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队长方也需要 去打开 观战方这边的 一个突破口 你不能光挨打 总得进攻 现在观战方 一个龙宫龙战鱼 也结束了 对面的罗汉 也结束了 卷起来 三千八 宝不再飞 没有龙战 没有龙战 差好多的啊 那这样的话 关战方两个龙宫龙战鱼 全部结束 全部结束 继续效力藏刀 这得开始进攻 有齐天神通 两把当头 直接打出163 千盘宝宝往上跟一跟 先把观战方 这个龙宫给他弄死 而且是一把封杀 哎呀 千盘宝宝顾不上啊 这 直接换须弥了 这这个有点亏啊 这基本上这须弥 哎 哎 压死了就不亏 出法联了 直接把观战方龙宫压死 压死就不亏 没压死血亏 继续效力藏刀 哎 你别说观战方 这个愤怒控的 他真的比较死啊 这效力藏刀是真的多啊 接着飞 有没有出发法联的机会 一千八 七百 五五五百 出了假了 但出了假 五百确实也是有点难受啊 也是有点难受 六千三千 对那方开始打伤害 观战方 愤怒来的也就快了 啊 观战方这边 效力藏刀的愤怒 也就可以 实现一个远远不断啊 罗汉也得盖 受不了了 对面 反效力 观战方开始 对面化身色 应该是可以放一把 罗汉出来了 这龙狗没什么血量 观战方这全没龙 对面选择补宝宝 没有先放大特戒 但这宝宝废的呀 跟闹着玩一样 两个龙狗 一起卷 观战方武装怪 被烦死了啊 对面是有火焰伞 有火焰伞 你别说 这双龙龙看起来 还是好看 就是 没什么人玩 就这么几场比赛 做完就没了 没办法 确实是 不符合这个版本的需求 不符合这个版本的需求 版本啊 还是神木跟魔王的版本 而且这么一个双龙弓啊 尤其是双法系的阵容吧 对于细节要求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对于一个 效力藏刀的应用 一定要极其的到位 不然根本就打不出效果了 那这样 混战方队长为龙弓 再次倒地 说到根上 对战方也是一个212 你如果没有比较强的 守势能力的话 点到观战方人物啊 影响其实也还能接受 对面啊 依旧是选择了一把金钦 化身色 有没有愤怒进行罗汉啊 太需要这个罗汉了 观战方现在场上是有地厅的啊 直接哈 哎呦 这地厅 有点疼 对面方寸 有一个天地铜兽 双神 扛下来了啊 这两个 但是啊 那两个孩子的双神 我确实是帮对面 也是扛了一次伤害 如果没有那两个双神 对面估计还得多倒两个 震地厅 状态加的有点太多 对面这是要被团灭了呦 之前也是聊过这个事啊 明雷爵 首诗啊 1400血 等级乘以8啊 1400血 正好可以卡一个九转的血量 之前也是跟大家 明雷爵 1400啊 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啊 就龙宫他没法再加强了 这玩意要是强的太厉害的话 对于其他的法系 甚至物理系 都威胁太大 龙宫本身就很强 你要是给他 比如说 加一个爆发类的技能 类似于魔火焚射 类似于风卷 残云的那种技能 这龙宫简直就不能玩了 这家伙 往这一立啊 还要什么物理系 还有什么其他法系 都得靠边站 直接让所有输出门派 黯然失色 所以龙宫没法加强 或者是说这个尺度不太好把握 稍微啊 一个不注意 就能把其他全部输出门派 全部灭门 包括物理系在内 神针汉海 最长方继续打伤害 还是要看 灌家坊这边 有没有一个 地府的孩子 不然这野生宝宝你咋的呀 怎么办 后分身 催眠再反控一个龙宫 本质上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没测航的话 这比赛 对战方赢不了 花骨山现在 状态也不行 也不行 这一千四啊 看屁 守时神迹 单挑里边 这个明雷绝超好用的 五威武基本没人用啊 一会儿还能下 不对 天宫不是有天雷阴谷吗 天宫有天雷阴谷 也可以打到隐身单位 灵宝是 无视隐身的 是无视隐身的 当然得有一个 不太隐身的宝宝 去做一个影子 可以直接打雷 可以直接突突 四吸的 我是发现 对战风这几个九转 吃不完 他输不了 这九转吃不完 他输不了 错乱 再控 小小乌龟啊 他说小蛤蟆 很明显 他不是蛤蟆 风卷残云 再把关照皇的薰米清一清 他是个鬼魂 再换 这是真没有地附海的呀 两个龙公在先立 那么沼迹 是 因为现在 魔镜的孩子 基本都是地附的 5里洞的也比较少 基本只有两个门派 一个5里洞 一个地阂的嘛 5里洞的 比较少 大多数都是地址 这个死吸宝宝吃饱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胖 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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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安点赞 来一个超级推荐 让更多的小伙伴能看到我的视频 突然忘了台词了 你这个尴尬 对面点跑跑了 观点方一定得搞一搞这种 处理一身宝宝的方式 不然的话容易被翻盘 你真的碰上一些女儿村的队伍 你这人家慈航你都管不了 对面是确实没纠转 但凡他还有俩纠转 还有 还得跟你好 这 这宝宝啊 就问你怕不怕 拜拜